昆仑,即昆仑山,又称昆仑之虚,昆仑之丘或玉山,全长约2500公里。 在远古时代,传闻人们生活在黄河流域,他们推测,第一大河黄河的源头必处于西北最大的高山,这就是所说的河出昆山,作为黄河源头的昆仑,就成为更加神圣的神山。 在《山海经海内西经》也有记载,海内昆仑之虚,在西北,地之下都,昆仑之虚,方八百里,高万刃,上有墓河,长五巡,大五围,面有九井,与玉为坎,面有九门,门有开明授手之,百神之所在。 传说昆仑山上有不死树,不死水,以及凉峰山,只要登上凉峰山就可以不死,凉峰山上有玄浦山,在登上玄浦山后,就可以获得呼风唤雨的神童。 玄浦山再向上走,就是天地居住的天雀,进入天雀就能成为神了。 在昆仑山上有一种名叫砂糖的树,形状同糖树相似,黄色花朵,红色果实,果实的味道就像李子,但是没有河。 砂糖可以用来防御水灾,如果吃了它的果实就不会被淹死,能在水中自由呼吸。 山上还有一种贫草,形状像葵,味道像葱,吃了它之后,人们就可以立刻解除疲劳状态。 天河的河水也发源于此,向南流去,然后再向东流。 昆仑山一共有九道门,但是不是谁都能进出的,山上有两大守护神常年守护着昆仑山,其中之一便称之为天地大管家。 传说中的大管家便是陆吾,神陆吾斯之,昆仑山由神陆吾主管,他还管理着天上的九玉。 陆吾人面虎身,虎爪,九条尾巴,另一个守护神则是开明兽,即为天兽。 山海经海内西经说,巨大的昆仑有九道门,守门的就是开明兽,它们具有相当勇猛的性格,身体像巨大的老虎,有九个头并且长着人脸。 但是其表情肃穆,始终睁大的眼睛环视昆仑,不让任何异常生物进入昆仑。 除了两大守护神之外,昆仑山中还生活着很多奇珍鸟兽,例如山中的土楼,喜欢吃人。 土楼有四只脚,安静时像这大山羊。 除此之外,山中还有一种叫青园的大鸟,形状像马蜂,大小类似鸳鸯。 青园如果遮了其他鸟兽,这些鸟兽就会死掉,如果遮了树木,这些树木也会枯死。 人遇上他,凶多吉少了。 除此之外,还有一种叫蠢鸟,他管理各种器具和服饰。 另外,还有一种对昆仑山的描述,相传昆仑山的先主其实是西王母。 另一种对昆仑山的描述是西王母才是昆仑山的先主。 《山海经西山经》中记载,西王母其壮如人,抱尾胡齿而善笑,蓬发戴圣,是思天之力及武残。 此处的西王母虽然是人的样子,但是却长着豹子的尾巴,还擅长于野兽般鸣笑,头发也是乱如飞鹏,佩戴着玉圣,管理着人间的灾疾和刑罚。 这也与后来众多古书中记载的西王母大相径庭。 在众多古书中记载,摇池便是昆仑山天江的源头,这里海拔之高,人类难以抵达,河水轻盈,鸟兽成群,野生动物遍地都是,可谓是气象万千。 在昆仑河中穿过的野牛沟,有珍贵的野牛沟岩画,据摇池不远,便是传说中江太宫修炼五行大道四十载之地。 玉须风和玉珠风,常年银装素果,山间云雾缭绕,位于昆仑河北岸的昆仑泉,是昆仑山中的不动泉,也被称之为长生不老泉。 以上大概就是山海经对昆仑山的描述,可以说昆仑山是贯穿了我们整个神话体系的一个存在,当然,山海经中的昆仑山或许并不是现实中的昆仑山,对于昆仑山的存在还有很多猜测,有人说是现在的泰山,有人说是麒莲山,还有人说是麒麟马扎罗山等等,昆仑山究竟在何处呢?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